去北京检测以后 说是做那个人工耳膜 是下来的18万 对你们家是很大一笔数字 那个时候说犀利话 就没有听说过这个18万那个数字 天文数字 对 那个时候就是 我就检测了之后 我和我老公就回去嘛 就是说那咋办 我老公就说那个 就我挣钱嘛 你来去就去教孩子 那个时候还要去康复 培养他去去找生意追生意 因为家里没有道具 没有东西 怎么去追生意 因为我家那个门 从来就没有钥匙开过 全人用脚踹门 踹门的声音 目的是让文青去追生 听到有声音 让他去找门 门的声音 柜子的声音 比如说俺家里面 关完漂盆 敲了就没有停的 文青是多大学会说话的 他是一岁零十二天 做的人工耳窝 一岁两个月的时候开的机 开机之后 他不会说话 他不知道怎么去发音 我就买两个小镜子 然后让他去啪到上面 他拿一个 我拿一个 让他 哈 就意思从你的 就再出来出气 怎么出声 他啪到镜子上 用舌头去舔 然后我就教他 啊啊 然后让他去发音 他一啊 上面有哈气 他知道这声音 从这里出来的 要不就撕点那种纸片啊 像那种报纸的叶子啊 让他去吹 他从这里出来 是有气息了 他知道从那里说话 他妈妈是对着近的 每天都啊啊啊啊啊 妈妈妈妈妈妈妈 就会说话了 摁住他的鼻子 让他感觉说 让他去发音 他妈妈妈掌握技巧了 叫妈妈妈的时候 他不先叫妈 先叫爸爸 因为每天他爸爸 就上班不上班 他爸爸都要告诉他 爸爸要上班了 你要给爸爸开门 你要听着 听着门啊 他爸爸刚出去一会儿 他爸都开始堕门 他都就回来了 然后我就告诉他 爸爸下班了 你要给爸爸开门 爸爸要敲门了 动动动 让他去感知声音 拿他的小手 让他去听 后来有一天 那都有三四 三个多月 他爸爸真的回来了 他去开门了 然后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 就是爸爸爸爸 把医子叫 哎呀 那个心情啊 我想他自己说了 哎呀 我这一辈子还能应让爹 真的很不容易 妈妈爸爸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 今天听起来依然非常的感动 对 所以我就每 就是也是有这样家庭 在背后支撑着我才会有 每天敢就是特别乐观的出去 有事的就是背后有家里头来给我称胆 小文博 知道姐姐为啥哭吗 为啥呀 我有一点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那你的生活中是哭得多还是笑得多呀 你平常爱哭还是爱笑 就是我看见我下楼的时候我都是很开心都是还了一直笑的但是我就是做错事的时候都是哭 哦 爱批平手哭哈 嗯 爸妈妈对你严厉吗 要求高吗 不太高 哈哈哈哈 这你都知道啊 但你还是挺开心的哈 你在学校开心吗 到学校我也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能到那儿跟我伙伴玩 知道你听你和姐姐一样都不太好吗 我看我和姐姐就是她比我发音比较好一点 你发音也很棒呀 当然姐姐要做播音员是比你要更好一点 是 嗯